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时会跟一些常常忘记的熟朋友讲笑 不知是不是年纪越来越大 患了老人痴呆症 即是现在的认知障碍症 其实这个笑大家都讲很多 但是对认知障碍症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和失智症有什么分别呢? 而患这类病症的病人又有多少呢? 今天很高兴 请到多伦多认知障碍症协会的公共教育统筹 陈素行上来和我们讲解一下 欢迎你Bernice 谢谢你的邀请 首先讲一下我或者很多人的问题 经常都不记得 其实是不是就是患了所谓的失智症呢? 其实失智症 即我们英文叫Dementia 是用来形容一大类症状 这些症状是因为老婆出现了问题而引致的 这些症状包括失去记忆力 理解能力 判断能力等等 而且这些症状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甚至会令他们的性格或者行为出现改变 看看程度上有多少 但是有很多人又讲所谓老人痴呆症 即你英文的Alzheimer 又和失智症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认知障碍症 即我们以前叫老人痴癌症 是其中一种的失智症 这种认知障碍症 是一个渐进式老部退化的病 即随着时间 老部的细胞会慢慢退化而死 而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症状 和越来越严重的症状 其实认知障碍症 是我们最普遍的失智症 有超过六成的失智症 都是属于认知障碍症的 为什么说回我们以前都叫老人痴癌 现在可能在香港那边都改了 叫认知障碍症 为什么会改了这个名字呢? 首先认知障碍症是比较有礼貌 和尊重一点的字眼 和不是每个女人家都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病 具体一点 如何为之我们发觉 可能有初步的迹象有这个病 每个失智症患者 他的情况可能都不一样 但我们有十大的警号 真的要留意一下 十个警号 第一就是失去一个记忆力 很多时候好像你这样说 有时不记得东西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问题呢? 似乎你有多经常不记得东西 还有你不记得什么 偶然我们有时可能会忘记同事的名字 或者忘记一个约会 但是过后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记得 但失智症人士可能是经常性 都没有记性 但是患者本身自己 就未必觉得有问题 第二个警号 就是他们可能有困难处理日常的事物 有时我们都会 扭了一些东西在微波炉 都不记得了拿 是的 但是失智症患者 可能就连微波炉 怎么用都不记得了 第三就是 语言有困难 同样我们有时 都会有机会 想到一个字 但是说不出那个字 是什么 但失智症人士 就经常性 都会有一个情况出现 而且他连很简单的字 都会忘记 而且别人跟他说的话 他都未必明白的 语言就是突然间 好像回到小学 可能不太懂得去理解 那还有什么呢 是的 第四就是 迷失时间 和迷失方向 有时我们都会迷路 浪失路 但是失智症患者 可能是住在同一间屋 住了二十多三十年 突然间 忘记了怎么回家 还有因为第五 他们的判断能力减退 可能冬天很冷的时候 只是穿着T-shirt 顶褲就走出去 我们近年都见到很多悲剧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 有时有些新闻都报 冬天穿着T-shirt 走出去又迷失一路 所以也有这些情况 还有什么的征象呢 第六的警号 就是他们可能会 对于这些思考方面 或者判断能力出错 可能以前是很厉害计数的 现在就发觉自己有困难 去做这些事情 那第七就是 乱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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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都会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乱放东西 但通常我们健康的人 乱放东西 我们会记得去找回我们 乱放东西 但失智症人士 就未必会记得去找 而且他很多时候 都是把东西 放在一些很不合逻辑的地方 或者他们把眼镜 锁匙 都会放在冰箱里面 或者冰箱里面 第八就是 他的行为 或者情绪上 出现改变 每个人都有 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 但失智症患者 可能情绪波动得很凄理了 可能小小事情 他都哭得很厉害 或者无端端会发生很大的脾气 第九 甚至乎他们的性格 都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 例如一个人 可能一路都很脾气 但突然之间 为什么会乱骂人 还有这么大的变化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失智症 而第十 那个人可能也会失去主动力 有时候我们 都可能不想做家务 或者失去主动力 就不出街 就想躲在家 对 但失智症人士 他可能经常会变得很被动 哪里都不想去 哪里都不想和人聊天 那就真的需要我们 多一点的鼓励 嗯 那你说了十大一点 有些就很严重 才会发生到 那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去寻求帮助呢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是有 这几样的象征的话 那就要立刻去见医生 因为这些象征可能是 是由不同的病而引起的 或者你不是有失智症 或者可能是抑骨症 或者太大压力 甚至乎可能有些人是吃错药 细菌发炎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去令治你有 有机会患有这些症状 刚才的症状 判断能力 理解能力等等 是 那他也可能会转介你去见尊科 例如精神科 神经科 老人学科等等 然后可能会叫你做一些老的素描 照一下 看看老部究竟有什么变化 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由医生去转介 就是由专科医生再去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 那其实一般来说 有没有可以医的呢 这个病呢 暂时来说 其实没有药物真的可以医治得到 但是近年有些药物 或者其他治疗方法 是可以舒缓一下这些症状的 亦都可以提高 这些患者的生活质素 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做到 去减低我们患有失智症的机会 第一 就是保持我们健康的 健康的选择 例如做运动 很多研究都显示 做运动真的可以减低我们患有失智症风险 另外呢 如果我们是吸烟 或者喝酒 就尽好去戒 或者减少 还有我们要 选择一些均匀健康的食物 新鲜的蔬菜 生果 乳类 其实是有Omega 3乳类 还有很多不同抗氧化剂的食物 例如梅类 菠菜 甚至乎是绿茶 也是健康的饮食 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在加拿大来说 患有失智症的人数有多少 有多严重呢 在加拿大来说 2011的数据显示 有整成七十四万七千万人 加拿大人是患有一个认知症 或者其他的失智症 如果没有很大的转变呢 去到2031年呢 这个数据是会增加到一百四十万人 哇 真的挺厉害的 上升挺有银耀 这个时间关系 下次再跟你谈一下 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有什么社区的计划是帮到的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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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跟多伦多认知障碍症协会的 公共教育统筹 陈素恒 跟我们讲讲 这个认知障碍症的病症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就会有其他的环节 我们稍后见